nice to meet you hello大家好 我是nice to meet you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玩具 就是这一款 那由赛博志出品的恐龙之王 钢索 那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些配件吧 首先我们得到的是 这样一个透明部件 那可以说 它长得有点像狼牙的 当然如果在人形态的时候 你是直接给它插进手里 这样一个造型就可以了 不好插 插到这样一个造型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的情况下 你可以给它取下来 等着它变成恐龙形态的时候 你给它插在嘴里 然后可以形成一个喷火的 这样一个特效部件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冠 那这个王冠呢 当然是在恐龙形态也可以进行搭载 当然在人形态的时候 也是可以进行搭载的 那我们翻过来 可以看到它里面呢 这边有一个卡槽 当然这边也有一个 只要对着左右两边 突突的部位就可以了 这边头部这两边 有一个突突的部位 然后给它这样卡紧 卡成这样一个造型就可以了 当然我觉得它还是很丑 我还是觉得它在恐龙的时候 佩戴王冠比较漂亮 然后我们最后获得这样一个主体 那主体我们首先来拿手里 垫一垫 嗯 还是比较轻的 可以说明全身没有任何的合金部件 然后我们再摇一摇 呃 全身呢 它其实有多处的这样球形关节 但是在我经我这么甩动 所以说它的这样一个紧实度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还是可以自己站立在桌子上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高 呃 一展二十厘米 这也就是十多厘米的样子吗 嗯 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造型 它的造型呢 属于一个细细的小蛮腰 然后这样一个粗粗的这样一个手臂 然后胸部呢 也比较大一些 腿部呢 比较细 但是呃 小腿是比较粗的 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属于完全一个大喇叭 酷的那种造型 所以它整体的造型呢 还是比较符合美版的这样一个审美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全身的涂装 采用的是黄色和灰色 略微呆有这一点黑色 整体的铺间呢 看起来还是很好看的 因为我喜欢黄色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可动性吧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头 我看一下它的头雕 嗯 长得有点像大猩猩 有点像圆人类 嗯 这个头雕还是真的很臭 我不是很喜欢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头部的可动性 呃 三百六十度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你要是想要三百六十度可以让它这样一个飞天的这样一个抬头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三百六十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这样的三百六十度是没有是不可以的 然后头部的抬头低头活动相当大 当然在抬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球形关节 然后手臂的这样一个三百六十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向前进行一个 嗯 九十度 不到九十度吧 可以说也就是大于小于九十度的这样一个向前可以的 然后手臂这一块它只可以向内这样一个活动 当然了它手臂是不可以动的 那在这一块它采用的球形关节 所以三百六十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腰部 腰部由于变形的关系 所以它是可以三百六十度的 然后腿部 侧踢九十度 前踢 前踢九十度也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就是一个后踢 后踢呢九十度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了它这已经大于九十度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腿的这样一个弯曲 腿的弯曲呢是小于九十度的 那可能是由于它后面这个收纳的这样一个问题呀 所以它腿部的这样一个九十度是不是特别满意的 然后我可以说一下它的脚 它的脚这一块采用的是多段的关节 所以呢在灵活性非常非常好 所以它自己站立在桌子上摆出任何的泡 都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它自己单膝跪地的这种 垂地的这种造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这样歪歪扭扭的自己独立的站在桌子上 虽然我摆的造型很丑 那好了可动性就是这样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变形过程吧 变形的第一步就是将手臂向前这样一个弯折 然后这个在手臂这个造型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部位留出一个空隙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手啊向前这样的一个扭 使这个黄色不见向前面 然后把前面的这个爪子打开 其实这个就是恐龙的后置啦 因为恐龙的前肢是比较小的 钢索的前肢是比较小的 是那种萎索的那样一个造型 所以这样打开它的后置就出来了 两条后腿左右边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头 向上这样一个翻折 那其实这个头啊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个收纳的 你看看这个背包 它是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的 不像有的刚说几乎都是这样的 头这样式的凸起在后面的 所以说这个背包收纳的 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是比较平整的 那我们把这个这样打开 然后这个部位也要打开 把两片的脖子向前这样的折叠过来就可以了 折叠 然后搭载在这上面就可以 就是这样搭上来 然后把这个头部这样的搭载上来 然后把这个嘴啊合上 这样一个恐龙 差不多的这样一个造型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恐龙头向左面 其实如果你要是下一步就是要扭腰 扭腰的时候 你不知道扭哪一边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脚底板翻开 看到这边有凹槽的部位 这边是没有的 这边有凹槽的部位 恐龙的背部 那没有凹槽的部位 当然是它的恐龙的肚子下面了 那就这样 然后扭一个90度 使这个部位啊 跟它这个扭的非常非常的完美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腿部 这个部位打开 那打开的时候 它这个腿啊 是可以扭动的 所以我们就要扭扭扭扭扭 扭到什么造型呢 把这个现在也打开扭 这个腿部也打开扭 扭到啊 使这个尾巴整个这样向下 其实它这个是尾部的 上半部的这样一个关节 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一个尾巴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臂位再下 这个是可以这么扭动的 然后扭到一个180度 然后把它这样是扣上 把这个爪子略微调一下 略微的这样一个扣上 其实它这就是一个背部的这样一个关节 大约就是这样 我们稍后再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再翻过来 进行一个这个腿部 首先就是把这个打开 把腿部打开 把这个掰直 然后把这样式的 然后把这个扭扭扭扭扭扭 扭到这样一个造型 使这个尾部的下半部分 这个有镂空的这一部分朝上面 其实这是尾部的下半部分关节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拿住 然后把这个扭动一下 然后这样扣过来 然后把这个关节啊 这个多动关节这样一个打开 打开呢 使这一块跟头部这样会合 那在会合的时候我要说一下 那下一步就要扣这个脖子了 那在脖子的这一块 它有一个凸起 左右都有凸起 在脖子的这一块 它也有左右凸起 但是在这上面 这一块有凹槽 这一块也有凹槽 我们就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凹槽 对应在这 这个凹槽对应在这就可以了 那就是这样 这一块一定要用力 要不它这一块是进不去的 这个卡扣关节非常非常的 这样一个紧实 那扣到这样一个造型就可以了 可以看出来这个卡扣关节 已经卡的非常非常的紧了 我们再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尾部已经收纳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只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个小尾巴也出来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这一块它有一个卡槽 两边对准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其实这一块我觉得 它是起到一个固定的 这样一个作用 使尾巴这样固定好就可以 然后这上面的这个 这块要捏一下 使这块紧实一些 然后这块部位一定要跟这一块进行一个会合 两边的这样一个会合 和下身合体的这样一个钢索 那最后呢在脖子的这个部位 它有一个凸凸的这样一个 然后这边有个卡槽 其实这一块主要启定的就是 卡死使脖子不能再动 这样就完成了 由人形最后变成一个恐龙形态 那钢索的变形就完成了 那我们看看它恐龙形态 它的可动性呢 这个前爪是没有任何可动性的 然后这个后爪呢 后后置这一块啊 这个腿部其实是360度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 它进行前腿的折叠呀 呃 90度的弯曲呀 那是不可以的 它唯一可动就是 可以把这个腿这样 向内的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造型的这样一个 当然了 它这一块 360度的旋转是没有任何问题 嗯 然后整体呢 它是没有什么 剩下就是没有什么可动性 那我要吐槽一下 就是这一块 它如果要全身 这一尾部的这一块 如仅仅只有这一个卡槽 可以使这两个和好 如果要再多一个 我相信紧实度会比这样的 会好一些 不至于这样 非常非常容易开的这样一个造型 那整体的这个恐龙嘛 最后变得还是蛮可爱的 那刚才我也说了 特效部件 那就是它的嘴 它的嘴可动性是非常非常大 可以这样式的 当然这样子 这样的脏嘴 嗯 有点肾人 只要轻轻的张开就可以了 它的嘴部活动性还是很大的 那在嘴部都张开 可以看到在喉咙的这个部位 它有个凸凸的 那这个特效部件 就可以按上啦 就是这样一个吐火的这样一个造型 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 最后还可以给它佩戴上王冠 那在王冠的这一块 它有一个凹槽 凸起这一块它有个凹槽 卡扣关节卡好就可以啦 配上一个王冠 就是一个恐龙之王的这样一个造型嘛 这一款赛博质的钢索呢 它变形呢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我要吐槽几点 第一个就是腿部的球形关节经常容易掉 第二个就是尾部的这个卡扣关节呀 经常容易松掉 那仅仅只有这两个缺点 但是它变形简单 而且呢全身的球形关节即使在掉落了 也不成问题 可以轻松的安装回去 最后变得这个小恐龙呢 一点也不凶猛 还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我还是很喜欢的 那好的这期视频就到这吧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大家拜拜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可不可以点个赞再走啊 会报复的 真的啊